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本场比赛主裁立声哨音 2016年江阴周装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中国优势级国庆队与日本优势级国庆队的比赛现在正式的开打 上半场呢迅速的打破对方的球门 从这时的门将险些出现失误 虽然在去年呢没有能够重用的杀入到 优势6的亚洲锦标赛的决赛阶段 但是在去年的小赌赛的三场比赛中呢 同时本届违赛邀请的三支对手 伊朗 乌兹贝克斯坦和日本队的实力都不俗 那这次日本的右边路形成了突破 到底线福建 导致这场传进来 直到一个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非常危险 中国优势即使不位 这球不应该出现失误 强传了 这球头就顶了一下 江球顶高 日本队这球打得简单明了和快速 快速地冲击中国队的后防 又是一招远射 这脚球门将出现了拨手 第二落点 日本队再传中 应该能够抢到 中国队如何结尾 出现了抽射 这球少音响了 非常悬 中国队能够打得非常的出色 起到很好的练兵的一个作用 日本队形成了小范围的突破 要紧区里边了 中国的防守应该堵住了 这球还是打出了射门 人家诱了一弓 既然他再不射 这球还是没有能够 日本队上都已经是第五个脚球了 人家扑了一下 这球还是打出了底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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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队上都已经是第五个脚球了 前场的三对二 中国队的其他队员都没有回来 这球危险了 门将一再立功 好歇数 怕脚都破坏了 这球打门 这球高了一点 传得不错 下敌了 将球传到进去里面 来一脚远射 中国国家队 中国的一个脚球开到后点 头就顶到了 将球顶得高了一些 中路的防守 这球少影响了 看看应该是一个点球 再一次让对方在右路形成了这种溜边的过人 上运 庄一郎 将球打进了 这场比赛进入到第将近43分钟的时候 日本队 依靠一个点球率先的取得比赛领先 目前1比0暂时领先于中国国庆 在下面场呢 来做出自己的一个回应 又是进去里丢球 日本的又是一道射门打进了 非常漂亮 这是中国队也是中场休息时需要去总结的 我们上面场不止一次提到 一定要在进去外危险位置减少丢球 因为这种位置丢球的话 对方可以打出非常快速的进去里进攻 看他的反应还是相当的舒服和准确 这球丢的太不应该了 就是日本队在右侧 到分场传到了点球点附近 一交大门 球又打进了 3比0 日本队在全场比赛50分钟 又是依靠中国队在后场的一次传球的失误 将球反断 最后形成了右路的通过 直接将球打进球门 东俊西 刚才说这个丢球啊 是中国队上半场两里丢球的结合 传到后点 你说电射了 没有将球打进 看我们是否用脚球 打到后点 一球投球定进了 像米分搬成了1比3 非常漂亮 日本队在防守端呢 还是陷入到了一个失误的状态 无人顶防中国队的警告球员 打身后 没有阅位 平手单刀 看门将怎么处理 这球扑了一下 但是还是被对方打进 4比1 日本队还是成功的一脚直栽球 反约被成功 攻击了中国队的身后 日本队二国一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一招打门 扑了一下 这个边路 传中国偷球 这时候又顶劲了 无比 日本队在全场比赛 86分钟的时候 再次依靠右路通过行封传众 通路投球冲键 虽然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赛 是一个运动的 但是宜然活动 但是一场比赛又是一条日本队的大门 但是一样做出了精彩的车辜 吴汉涛对于第一篇球的防守 这首裁判吹响了前场比赛 结果少因战略化在今天进行的2016年 将因重装备国际清战足球主要赛 中国队在于日本队的比赛中 最终的比分中国队1-5出给了日本队 中路的防守 这球少影响了 看看应该是一个点球 再一次让对方在右路形成了这种溜边的过人 上运撞一郎 将球打进了 前场比赛进入到将近43分钟的时候 日本队依靠一个点球率先的取得比赛领先 目前1-0暂时领先于中国国庆 在下面场来做出自己的一个回应 就是进去的丢球 日本的又是一条射门打进了 非常漂亮 但是中国队也是中场休息时需要去总结的 我们上面场不止一次提到 一定要在禁区外危险位置减少丢球 因为这种位置丢球的话 对方可以打出非常快速的进决队进攻 你看他的反应还是相当的松松和准确 现在小组三的三场比赛中呢 同时本届比赛邀请的三支对手 伊朗 乌兹贝克斯兰和日本队的实践都不俗 这次日本的右边路形成了突破 到底线附近 到阵场传进来 只要一个打门没有能够打伤力量 非常危险 中国队这球不应该出现失误 强传了 这球头就顶了一下 将球顶高 日本队这球打得简单 明了和快速 快速的冲击中国队的后防 又是一条远射 这条球门将冲向了拨手 第二落点 日本队再传中 应该能够抢到 中国队如何结尾 出现了抽射 这球少音响了 非常悬 中国队能够打得非常的出色 起到很好的练兵的一个作用 日本队行动小范围的突破 要进去里边了 中国队防守应该堵住 这球还是打出了射门 门将右了一攻 竟然再不射 这球还是没有能够 日本的上半场都已经是第五个交球 门将铺了一下 这球还是打出了底线外 前场的三对二 如果这其他队员都没有回来 这球就危险了 门将一再立功 好歇数 怕脚都破坏 拖叫打门 这球高了一点 传得不错 下敌了 将球传到进去里边 来一脚远射 一个角球开到后点 头就顶到了 将球高了一些 一脚远射 就丢得太不应该了 就是日本队在右侧 到身上传到了点球点附近 一脚打门 球又打进了 3比0 日本队在全场比赛50分钟 就是依靠中国队在后场的一次传球的失误 将球反断 然后形成了右路的通过 直接将球打进出门 攻进西 这个丢球是中国队上两点丢球的结合 传到后点 你说电射了 没有将球打进 看我们是否用脚球 打到后点 头球顶进了 将米分搬成了1比3 非常漂亮 中文队在防守端呢 还是陷入到了一个失误的状态 无人定防中国队的停步球员 然后打身后 这支球队的球员呢 都是从日本的国内年轻球员中精心选拔出来的 并且在参加这次比赛之前 还进行了高强能够训练 随着本场比赛主台立声哨音 2016年江阴周装杯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中国优势级国庆队与日本优势级国庆队的比赛 现在正式的开打 上半场呢 迅速打破对方的球门 这时的门将险些出现失误 虽然在去年呢 没有能够从中的杀入到 U16的亚洲锦标赛的决赛阶段 但是在去年